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24年8月10号 星期六 现在来到了松红路 今天接受特大讯飞的邀请 来过来给他们做一个采访 待会儿我们现在去他们的办公室 待会儿看一看 你这个远吗 还好我在华潮那边 在这个楼 这个是今天特大讯飞的同事们 我先录一下 好 预备 3 2 1 给随便处 好 1 2 3 1 2 3 测试测试 主持人 麻烦再说一下 好 1 2 3 1 2 3 测试 我每天就只需要维顾一下 重复一下之前的昨天的工作 我感觉有可能对我的心理就不是很大 就没有挑战 对对对 那像 然后就是然后后面就是中心 然后这个消息 然后这个就是 然后下墨金 然后 哦 你这样 你这样我这边站 你跟你这边见面 你这样 我们我们旅下这边就 还有没有站在这呢 买菜 不问我送到几号楼 上面是采访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个 我旁边这位呢 是科大训飞AI素技的运营总监 特别年轻啊 有这么高的成就 那在训飞的工作的一天 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嗯 其实从每天早上 我也是 就是我可能不是像你啊 用一个AI的工具 我会脑子有去回顾 我今天的重要的一些 工作有哪些 然后其实在 嗯 去单位的路上 我就会处理工作 但这个习惯其实不是很好 有一天开车的时候 我一边会看手机 真的 就可以就会开始回我一些 工作上面的微信消息 然后到了之后 我首先会看一下 我今天的一些代办 把一些就是对外部协调的 就是比如说工作的会议 会优先的安排的上 等一天会开慈大人会 嗯 那在科大训飞的这个工作当中 你会觉得呃 有成就感吗 是有的 尤其是就是今年开始做这个产品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转型嘛 都很有意思 然后我会去真正的去接触一些 用户 比如说你啊 然后每个人 荣幸荣幸 对有各自的这种性格 又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 他自己呃 有各种各样的生活 并且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产品真的对他有帮助 这个时刻让我觉得是最开心的 就像之前我跟你说的 各行专业的用户说 他以为我们的产品 有什么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这个时刻 就听到用户有这种反馈 我就会觉得 啊 那我们背后付出的很多努力 都是值得的 嗯 这说明驯飞 还是比较重视用户体验的 愿意去倾听用户的一些 就是你能够反馈 啊 好的 经过一个上午加 半个下午的采访录制 我们现在已经秀进杀青了 感谢我们科大训飞的小伙伴 也感谢小王同学 好的好的 祝你们那个AI新火大模型 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好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